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可以赚很多钱 可以给你一个好些生活的机遇呢? 但是偏偏就是 你找来去找去都找不到 如果你这么继续下去 你会觉得 你也会想 那怎么算好呢? 但是机会又不来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 这样我恭喜你 你是不需要再看我的影片 你可以继续回来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的答案是 我可以保证 你已经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了 你好,我是Cashin Tan 我是一个富贵的代理 首先我会分享一下 我们的公司的少少一个成绩给你听 33年了,我们的公司创办 每一年我们的公司的成绩 都是一直在上升的 每一年是跌加 就算现在的疫情 2020年,2021年也好 我们的公司的业绩 都是在上升的 就用一个比喻2021年 因为最近 我们的公司的业绩 是去到6亿的 即是说 600个million以上的业绩 在2021年里面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多少个行业 在这样的pandemic 疫情里面 是有这样的业绩的 大部分 要么就倒闭 要么就做不住 要么就减薪 要么就减薪 但是 我们的公司 是其中一间公司 是业绩不断地上升的 那即是代表什么呢 即是代表 这个行业 无论多少年都好 还是有得做的 是不需要担心 我们做不住 还要转行的 这是肯定的 我们这个行业 是一个做不完的行业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天 都会有人出生 也都每一天 会有人去世 在这样的循环之下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行业 是否做得完 我们的生意 是做得完 是做不完的 那我也会留给你想 这一个行业 有没有得做 值不值得你去做 聪明的你 我留给你自己想 那你或许会听过 有些人会说 哎呀 副极行业不能做的 当然 有人是三个月做了不做 有人六个月做了日庭 也有人坚持了一年 他们就放弃 他们就会和大家说 富贵不能做的 富贵哪里能做的 不过 让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各人的经历 给你们听 我入富贵的时候 我有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只是用了一个半月 就达到自己的目标 达到自己的目标 达到自己的目标 达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 即是说 在一个半月 我已经升职了 那我就想问大家 为什么我可以在一个半月 达到自己的目标 可以升职 那为什么有人 可以用一整年时间 他们说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一年后 他们还是要放弃呢 终于是说 做不到 这个当然 是有原因的 让我解释这个原因给你听 不过重要的就是 你未知道这个原因之前 我需要给你知道 就是我们的富贵 在很多方面里面 都是No.1的 首先 我们的富贵的产品和服务 你问任何人 你可以任何问任何人 只要他听过富贵 他知道富贵的话 他都会跟你说 富贵的产品和服务 是No.1的 是最好的 无可否认的是 这个 后来 我们的公司 是可以给到 顾客一条路的服务 对不对 我们有很全面的产品和服务 对不对 和服务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分行 偏颇在 是不是传骂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 这是唯一的公司 有这样的业绩和业务 在马来西亚里面 另一个东西我想分享的话 就是我们公司的 市场计划 我可以跟你说 我可以保证 你 因为我已经是 网站的 我可以保证 你 因为我知道 我们公司的市场计划 是No.1的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的市场计划 是比我们更好 一定是有一个好的市场计划 我们的公司 才能继续在那里做下去 所以你放心 富贵的马来西亚计划 是一定适合的 后来第四点的话 我想给你们知道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后户 我们公司有给你无限的自收货 成立上的 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只要你有那个心 只要你用那个时间 你就可以上这些课 增值你自己 是吧 你不懂的话 有人会教你 我们有很多课程 你不用怕 是吧 你不懂得做的 一定做得到的 是的 所以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在这样的后援公司 给到你后援的情况之下 有什么理由会做不到 我自己本人 用了一个半月而已 单单一个半月我已经做得到了 那为什么那些用了一整年 做不到 还要放弃呢 其实很简单 他们用错了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方式 用一个对的方式来做 那么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当然 只要你现在立即召唤我 你加入我的团队 是吧 我们的团队有很多支援 很多人很肯帮你的 只要你加入我们 我就会教你这个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 我可以确定 在最短的时间内 我就用了一个半月了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月 是不是 再不是的 你慢一点 用三个月 或者你甚至乎用半年 我可以guarantee你 是一定做得到的 你现在召唤我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兜兜转转兜兜转转 是浪费时间的 找对目标 找对方式 找对团队 你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相信我 现在立即召唤我 我们望下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